第二个 动物是否也存在黄金八小时 对于路边不知被创多久的动物遗体 因为四大分解尚未完成 恐怕会造成更多的苦痛 因此弟子往往不敢进行任何移动 这样是否正切 但是有的躺在马路中央 恐怕还会遭到更多的压念 对于马路中的动物遗体应该如何处置才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大家以为呢 我问大家如何处理 那车来来往往 你敢去处理啊 难道你要通知警察来维持交通 为了一只小老鼠 那警察会把你抓去 对于一只老鼠在路上 在马路中央死了 那车子来来往往 你如何处理 我们只是负责向我们行者就负责给他念往生咒 不管是文书往生咒 或者是净土的往生咒 都可以 都可以 这个 就是这样子念 就是这样子念 至于在马路中心的这个尸体 我看你也不用管 不用去管它 因为车子来来往往 你自己生命也要紧了 你能够处理你就处理啊 在乡间小道 你可以处理 因为没有车子 你如果是在那个大马路 你如何处理啊 所以你就不管了 你责任已经做到了 观想持咒 入三昧地 都可以 我看在你在那边 那帮他持咒 帮他做观想就可以了 入三昧地倒是不用 修法才入三昧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